1月18日,郑爽张恒私生活风波引发热议,一时间爆料四起 曾与郑爽合作过的男演员李川也收过郑爽送的狗,因此受到质疑 19日,李川的狗红枣爱洗澡在社交平台发文回应 表示,送狗就是喜欢吗?一码归一码,请不要吃血馒头 私信不要再阴阳怪气,莫名其妙了 正面回应质疑,而这不是第一位被殃及的男明星 此前也有网友爆料郑爽出轨H姓男星为侯名号并送狗给他 被侯名号工作室快速辟谣